将浓稠的巧克力浆倒在实质操作台上降温后 再反复搅拌去除其中的气泡 随后缓缓注入特制的模具 冬日清早 来自比利时的龙飘汤姆便在自家经营的巧克力工坊忙碌着 不到半小时 一组排行齐全的巧克力麻将便已做好 一旁还摆放着刚制成的川剧脸谱 大熊猫等造型精美充满四川风味的巧克力 据悉 2013年 汤姆因公务从比利时来到成都 并与妻子陈丽相识相爱 二人于2015年结婚 2016年 夫妻俩在成都共同创办比利时巧克力品牌巧克力托 说起创办巧克力托的初衷 汤姆表示 因为自己从小便开始学习制作巧克力的技艺 加之比利时又被称为巧克力王国 他希望把家乡的味道带给更多人 期间 在妻子陈丽的影响下 汤姆也产生了将中国元素与巧克力结合的想法 作为一名四川女婿 他也希望以巧克力为媒 为推动比利时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做出点贡献 在汤姆的手下 除了经典的比利时手工巧克力外 他还设计制作了麻将 大熊猫 十二生肖等造型各异的巧克力 因为它是一家企业的业务 到我的父亲 所以基本上 我的叔叔有自己的巧克力 因此我曾经的想法 开始的巧克力在 Chengdu 通过这个巧克力 我们帮助到Belgium 去推荐的东西更多 我们也有很多展示 在不同城市的地方 所以在这种程度 中国人们更多知了Belgium 然后在不同的方法 Belgium人们也知道 中国文化和不同的节奏 平日里 汤姆和陈丽喜欢在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的生活 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小确信 也引起了不少朋友的注意 汤姆和陈丽逐渐萌生了 组织接地气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想法 在陈丽看来 既然身边的朋友对新鲜事物感兴趣 不如举办一场体验活动 让他们有更直观更新奇的体验 以此促进文化交流 只是以我最小的一个 一个最现实最接地气的一个方式 让更多的人 就是让中国人了解更多西方的一些文化 一些活动 让外国人了解更多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活动 比如说有一些手工 做巧克力是其中一个 然后也有比如说插花 还有的比如说中国的烹饪 教外国人怎么做中国的菜 或者是去采茶 然后品尝就是那种茶文化 如今巧克力托的顾客 遍布四川 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 汤姆和陈丽也组织了 中外文化交流活动400余场 汤姆说 她希望未来能让以巧克力 为基础的文化交流活动走向世界 让更多人了解她的第二故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